哈喽各位好 歡迎來我們的遊戲頻道 今天來跟各位帶來是觀眾投稿對戰 那眼前看到的是法蘭克人 然後選了一個眼睛很痛的顏色 然後這一位投稿觀眾叫做Alice you 啊這這個是我們群裡面的妹子 沒錯 啊特別的幫他插隊一下 沒錯我就是這種人 啊 但反正我主要還是因為他投了一個法蘭克 我就稍微的撥給各位看啊 啊 呃獎勵一下 好這個 我們頻道僅有的女性觀眾 那這次對手是伊索比亞人 好吧 那一樣我們來看一下法蘭克的文明優勢吧 這場應該是在地中海 那我們來看一下 法蘭克人的話 那城堡便宜25%這個很強啊 就是他石頭只要488 這個對於初期寶推是很重要的一個 科技就是資源減免 那再來就是從封建時代開始的奇兵生命值加20 那這個意義就是你在封建的時候 呃應該說城堡時代的時候你的騎士 血量會剛好是120也就是別人的品種研發的時候的血量 那法蘭克不用研發品種 因為他沒有品種 但是因為這一個科技的關係 讓他在城堡時代的時候騎士也還是保持120的血量 但是到帝王時代之後遊俠跟重裝的血量就會比較高了 哦這個是法蘭克的奇兵優勢 那再來就是農田升級免費 那這個東西的話其實也不錯 這對於他的 肉的經濟就是食物經濟來源是非常好的 就是 魔方在哪裡 這個 獸根 重型跟 離根 啊 在重型 重型跟離 好輪根制度 這都免費 好這個是不錯的 然後還有採果樹比較快 那再來就是特殊單位直斧兵 步兵單位 所以吃的是近戰 你就想像他是一個短距 中程距離的一個近戰部隊吧 反正他打垃圾兵還蠻好用的 這東西也不貴 55的食物跟25的黃金 在後期其實可以 出一波來協助自己的騎兵作戰 還不錯 尤其是對方如果出什麼長槍兵的時候 你拿這個 直斧兵去丟他長槍兵 是完全是可以克制的 那再來就是騎士精神 然後銀色科技 400木頭400黃金 可以加速40%的把球訓練 再是倒勾斧 然後直斧兵的射程加一 這有必要的話後期也是會研發 然後再是騎士士也加二 那 法蘭克其實我一直覺得他也不弱 就是也蠻 我覺得也是蠻強的文明 等下我稍微看一下他的科技術 有劍勇嗎 有劍勇但是沒有強弩 呃 中頭裝甲火炮也都有 然後 工兵線比較爛 不過 法蘭克打工兵 我覺得應該是 少之又少了 好 這張地圖是地中海沒錯 但是這個地中海的海比較的 偏 就是 陸地距離才是比較近的 好 那海上的話是在一個左下角的位置 然後 對家是在右下角 就是在 下方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對 這一場對局是兩邊有沒有要準備去搶海域 好 一直在講就是如果這張地中海 我覺得你不搶海就說不過去啊 還是建議要搶啊 除非你有什麼特別的戰術是你有辦法把對手從封建就打死 然後讓他連那些食物都轉化不了軍隊 那OK 你不要你不用造這港口 好 或者是對方也不造港口 你也不造港口 那就是 那你為什麼不要把地中海變掉 好了 呵 好 那這邊 兩邊都正常的對局開 我覺得 這就一樣嘛 再次強調不需要多講 好 那 那 伊索比亞這邊是優先的 蓋上了一個碼頭 那伊索比亞眾所皆知就是一個 弓箭手文明 所以他應該會出弓兵 準備有什麼意外 好 那這邊的話兩邊玩家都不錯 這個意識都很好 沒錯就是要去蓋這個 港口 港口 開始造這個漁船 那造漁船的話你的這個 木頭的配比就要多一點 木頭配比就要多一點 對方配多少 看一下 五個五個 然後 兩邊 兩邊感覺是差不多的 呃 不過 哎 為什麼 看到這邊有點怪怪的 剛 剛看到那個肉的村民 突然爆量多 看一下 沒事 反正看下面這裡 村民數是2324都沒有差太多 然後伊索比亞這邊照下第二個碼頭 這個也是很正確的 如果你要打海戰 就是如果你要捕魚 然後你又確定這個魚 這個魚區是 共通的 建議補到三個碼頭 建議補到三個碼頭 這是我個人的小建議 但是看 看你們吧 我不知道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補到三個碼頭比較穩 你畢竟三個碼頭可以一直在出火蒙充 你會比較容易防守著住你的經濟 這裡的話 肉馬被肉馬過來殺了一個村民 一上風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拿你的肉馬去點對方 還沒上風的村民 這是非常 賺的事情 因為 上風之後你的肉馬會直接加兩點攻擊 這個很痛 五點傷害的 你看 啊這裡就有點屬於操作 然後這邊的話 伊索比亞還反 反牆回去 就是直接對 直接蓋這個牆把它蓋回去 結果這裡慘了 因為 就是 就是法蘭克這邊 還沒上風箭 結果對方已經先累積了三台的火蒙充 這個 這個比較難受 伊索比亞這邊是打算是先打海戰 因為家裡我看沒有生菌雨 對 省下了蠻多的木頭在造海上的 這算是這張地圖的特性啦 這樣打也沒錯 就 這個要操作一下 剛剛這個火蒙充過來燒你漁船的時候 不要 不要覺得我沒救了 所以我就 我就送他 盡量拖時間 好去 隨便動多好 不要讓他爽爽的把你的漁船炸掉 因為你還是有機會在你的碼頭堆這個 自爆船啊 火蒙充啊 到時候還是有辦法打一波的 不要 不要太早放棄你的漁船 甚至你可以把他趕走到別的地方去 那法蘭克這裡的話就 現在是一個很劣勢的一個階段 因為 呃 港口被封鎖了 然後現在沒有 很 失去很重要的食物來源 家裡的農田目前就 看起來 感覺是想要轉農田的 好不好 畢竟法蘭克農田有優勢 也不是不行 這裡市集拉起來 然後公兵工 兵工廠拉起來 看起來是想要直撐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細節看 注意一下 這個 踩黃金的礦工 不要這樣踩 到這裡踩 盡量近一點 這個小細節都會幫助很多的 因為 你光看這個走過來的這個距離再回來 其實這個 耗掉的這個 走路時間是 蠻多的 那這個對手呢 也在這個 雞八對方 就是 牆也是照樣給你拉起來 那你拉我牆 沒關係 我也拉你牆 你進不來 我也進不來 對不對 就說大家互相 這一個碼頭要掉了 然後 呃 法蘭克這裡 就是 啊 還有他照一過一座火蒙 從他應該是確定 已經不要打海上了 這是直接要放棄 放棄這個漁港 有點有點虧啊 有點虧啊 因為剛剛是直接點出來絞掉了是不是 這也有五臺火蒙充 好 這裡 在補房子 這邊上 感覺上層的話 應該法蘭克這邊沒有意外是要打騎士啊 這應該是 確定的 因為 畢竟是法蘭克你不可能打其他的戰術 也沒有不可能拉 但 很少 伊索比亞這邊我們看一下 軍營還沒蓋 他也是要先上層 所以兩邊的城堡時代其實差了大概20%左右 沒有到非常的多 也就是法蘭克這邊自己要把握進攻的時間 伊索比亞人果不其然就是 造了射箭場 哦 那應該會造個兩座三座之類 兩邊村民樹還不錯啦 沒有落差到太多 即便說掉了經濟漁港 但是 伊索比亞這邊 並沒有造很多的漁船 其實這邊伊索比亞可以再改進一下 就是漁船可以再造多一點 四台不太夠 因為這邊漁很多 你多造一點的話 因為距離的關係 你造多一點那個採集效率會好很多 法蘭克這邊退合球 其次把牆壁縮到了後面來 稍微再微小圈一點 然後伊索比亞這邊就是開始累積他的工兵吧 對 這邊奴守在生了 那法蘭克這邊當然是抱上他的騎士囉 兩邊村民持續的造 那法蘭克這邊優先的點了一個 第二個TC 那伊索比亞我們看一下 這邊正在造第二個TC OK 那這家 呃這邊的話正在準備破牆 但是因為 伊索比亞這邊只準備了兩個 奴守 也就是代表說 你的意圖已經優先的曝光了 雖然說 很好拆伊索比亞就是工兵 但是你這時候開始拆牆壁 其實有時候 會被對方判斷你的 兵 兵力的位置 就是 這有時候是蠻危險的 就是 有可能這邊假如他沒有封牆好了 他有可能會從這邊繞過來 把你單位吃掉 因為他可以判斷 他可以大可判斷你的軍隊 都會在這裏聚集 所以他的騎士就可以很好的 估算你的位置 然後到你這邊 把你殺掉 這也是要注意一下 伊索比亞這邊也是開下兩個TC 在爆經濟 海上的話呢 一樣是停擺的 那這稍微可惜了 兩邊資源目前 算是沒有累積的特別多 黃金是比重稍微高了一點 但是黃金消耗很快 好不好 騎士生一生也會沒有 OK這邊累積了六個騎士 就是 防禦的話拉了一防 3-3 就是3點進防 3點遠防 我猜伊索比亞應該也是 已經看到這些騎士了 所以這弓箭 這個弩兵完全不夠 這個弩兵這個數量會被吃掉的 這個騎士騎士過去絕對是 爽吃一波 所以可以看到伊索比亞這邊是 轉上了一個 重裝長槍兵 等一下我看一下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重裝長槍兵好像有什麼優勢 對 重裝長槍兵升級是免費的 這個很重要 這就是完全是搭他文明特性 他的重裝長槍兵是可以省去那個200多食物去研發升級 所以這個在對於他保護 努兵來講是蠻重要的一個科技 這裡的分數已經落差到已經 不好來著了快1000分了 就800700吧 這裡要交戰 強槍兵然後配弩兵弩兵在拉位置 然後做回身射擊 但是這裡的騎士升了一攻一防 然後重裝強槍兵的數量不夠 這裡算是伊索比亞人這裡的 太大意啦 太大意啦 真率也是支援的太慢 好吵 這邊還敢搬遺跡 沒有開玩笑 這個伊索比亞這邊是完全的 大意太嚴重了 就這種弩兵的數量跟剛剛的重裝長槍兵 也是不可能擋得住法蘭克騎士 假使剛剛伊索比亞是繼續累積弩兵跟更多的重裝長槍兵 其實法蘭克這邊應該會輸掉 這個騎士應該會被吃掉然後直接打進去 就直接投降 但是因為伊索比亞這裡的判斷失誤 他覺得他的弩兵跟 呃重裝長槍兵有辦法反制這些騎士 好這個 完全沒有機會 那這裡騎士也看到他已經拉上了兩防 就是變成四點進防四點遠防 你看 少量的重裝長槍兵是無法對付騎士的 你不要以為這個重裝長槍兵是有辦法 屌殺一波 好吧你重裝長槍兵也得累積一個數量 這裡的話伊索比亞非常的危險 展示了一個quick war 啊也沒有很quick 反正就是趕快圍起來 但是我覺得圍不起來 這邊硬砍的話是砍得爆 對 你以為 呵 騎士傷害很高的 你不能這樣 你不能這樣圍啊 對騎士傷害很高 你不能說 哦圍個幾十點血就想圍起來 這個quick war是很失敗的 哇 這裡一波衝進去爆砍爆砍村民 你覺得怎麼打 啊還有生鯉那還可以 生鯉防禦還是很強的 防騎士快攻是 呃非常有壓制性的 所以 只要伊索比亞這裡繼續的產生鯉的話 其實騎士進攻會比較失敗 好不好就還是可以擋得住了 那這裡的話 TC底下就看 伊索比亞這邊的反應是怎麼樣的 要盡早收進去 不要再被砍死 村民了快點收進去 啊不行 啊這裡還是被砍死了 這裡也被砍 然後伊索比亞 有沒有在收村民 雖然說現在騎士兩房 但是 其實城市中心還是射得痛的 好不好 因為這騎士數量並沒有很多 然後他生鯉咧 這裡低調的房子讓重裝長槍兵走進來 然後這邊有很多重裝長槍兵 其實伊索比亞這邊是萬幸啊 他的長槍兵是不用科技就免費升級的 所以這裡其實才可以擠出 蠻多的這個重裝長槍兵 這個對 現在這個情況還蠻重要的 OK 六個騎士在家裡肆虐 那家裡的話法蘭克感覺應該是會繼續爆騎士 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喔 呃 OK 法蘭克這裡的經濟做的比較好 他的村民數是71 然後 對方是58 好 那 對手的海域還是 太糟糕了 然後資源量也是爆量了 好 一千的食物跟一千的黃金 可是你的騎士卻沒有爆出來 這個馬就可能要多一點 你法蘭克的話可以上到三個馬就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尤其你這個經濟的數量 上到三個四個馬就 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太神了 其實你可以直接馬爆到對方爆炸 你看 這個 你產兵建築不夠 你的 這個資源沒有消耗掉 其實你這個 你這個 騎士就變成只能在家裡群落 那 伊索比亞這邊就會獲得一點喘息機會 不要忘記了 這裡伊索比亞的 分數還是比較高的 也就是 他 他現在還不算是特別弱勢 那 騎士在外面繼續巡邏嗎 他可能是在找攻擊機會 那 你看一下 伊索比亞這裡 金礦這邊還有一座 所以 資源上應該是沒有斷掉了 看一下 OK 黃金還是蠻多的 然後把 我不確認他是不是在做資源調度 啊 對 因為現在沒有人在採黃金 而且 伊索比亞這邊在幹嘛 OK 產更多的重裝長槍 好 這也可以啦 那這邊的話 騎士繼續找機會攻擊 就這裡有個 操作小食物 死了兩個 然後這裡的 城鎮中心繼續射擊 這邊只能躲 然後回來 收進去 對 然後這個你的騎士就變成是 白白的被消耗血量 有 TC底下的話 就是TC是一個很好 防 防禦的一個建築 所以你在TC TC底下還是有 這個生女 這個生女 哎呀 這個生女剛剛如果變一隻的話 就整個就 大 大賺一波 這裡 這裡對手直接低掉 這生女死了就不用低掉了 好啦 多砍一刀是一刀 那這邊的話 法蘭克拉了一個城堡在這裡 那 這裡拉城堡的話 其實可以 嘗試射他城門 讓他城門趕快 掉啦 沒關係 那這邊的話 蓋了城堡在做防守 其實 如果你 如果我是這個對手的話 我應該會直接上帝王 直接上帝王 因為其實 我的這個食物 這邊食物其實這個用士忌換一換 應該是可以生的 結果反而這裡變成是 法蘭克這邊優先 先在點帝王 已經是 進度到達快要一半 好這裡 法蘭克竟然準備要轉射箭場 這是為什麼 哎 這是為什麼 我沒有看懂 好 可能想轉毛兵打這個 ok 也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其實你也可以選擇生這個指輔兵啊 指輔兵也不錯啊 指輔兵打這也不錯啊 但 但因為會化會耗掉更多的黃金嗎 所以 毛兵也可以 就他還是在生指輔兵嗎 那所以造了弓箭場沒有生 嗯 沒有生嗎 嗯 哼 ok 我看一下啊 會不會你等下會生 沒有 這邊在造這個法蘭克指輔兵 一手比亞這邊的話是產上了非常多的軍 然後單一兵種的缺點在這邊就會體現出來 因為 呃我猜法蘭克應該會知道 這個對手應該都在爆這個重裝場槍兵 所以這邊其實 背兵就比較容易 好我要嘛就出指輔兵反你 我要嘛就出 戰毛兵反你 好這就都是可以了 但是因為其實 你已經選擇造指輔兵了就不用再造戰毛兵了 因為你資源也沒省到 就不用兩個都帶啊 好那這邊的話就看看對手怎麼打囉 一手比亞這邊拉下城堡 帝王時代這邊一手比亞也是開始造 好那接下來就看這個巨頭 好巨頭先升一座出來給對方壓力 然後增兵技術這邊先研發了非常好的意思 增兵技術研發之後的部隊數量是會噴的非常快的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黃金 家裡的話還有產量外面這邊還有黃金 這邊還有黃金都可以記得去搶一下 因為打到帝王之後黃金很重要 黃金是最重要的一個戰 戰力資源 因為你所有 你所有兵基本上都需要黃金 強力的兵種 所以送了一個支輔兵 好 那這邊的話 投時機出來丟錯目標了 然後這邊的話直接壓在臉上蓋城堡 法蘭克最擅長的寶推 對法蘭克支輔兵在後面準備就去長毛兵 要過來做一波交戰 中邊還有一個清醒投石機 這邊丟了一個直接權重 哇這個血量消耗的非常多 不要再往前 好真是轉往前 這城堡會一下把你射爆 兩邊都進帝王時代了 這邊的話對手防禦應該只能靠村民強修 那這邊的話 巨頭有出來的一方會真的比較有優勢 但 伊索比亞這邊比較尷尬的是他的弓箭兵一直沒有出 因為伊索比亞是弓箭兵比較強 可是他這邊爆了一堆 重裝場相兵太單一了 這已經是完全的被克制了 對這 這裡算是 雖然是有點悲催的情況 就是 嗯 這這種垃圾兵 你要把再搭個什麼 弓箭手吧 對啊弓箭手也是要造的 這邊應該也是有發現到這件事情了 所以後方的射箭場也已經開始在 堆積然後準備爆這個強弩 但是因為法蘭克這裡 哇靠這石頭超多的有沒有 這蓋了四個城堡 這可以 非常好去壓制對方這個伊索比亞的 這個進攻跟防守都都很好用 那因為 法蘭克這邊是比對方早上這個 帝王嘛 所以他的這個巨頭其實已經丟出很多傷害了 就是說 伊索比亞這裡已經沒有城堡了 這時候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全部衝進去吧 這個指腹兵衝進去穩贏 23個指腹兵打這個重傷長相兵簡直就虐菜了 好當然他可能沒有看到了 沒有有看到 欸這指腹兵衝 這指腹兵衝進去就好了 不用不用等了 真的不用等 直接衝進去屌幹一波 伊索比亞這邊選擇要用重傷長相兵做一個反擊了 欸這個應該是完全沒有機會 直接全送 而且這中 這個青頭還還砸 還砸到很多自己人 感覺打出來傷害比這個重傷長相兵還多 好 指腹兵往前推 這裡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可以哇這 運氣也不錯 這指腹兵數量來到了27個 然後雖然說他沒有任何防御 但是27個的數量是非常可怕的 更不用說這裡重傷騎士升起來 這個遠防多到靠 多到 多到哭 不要不要說髒話 好 指腹兵上來 處理這個幾兵 然後重傷騎士 要操作一下 不然是白送 你會看到如果你要反制垃圾兵的話 用指腹兵是非常好的效益很高 然後後方的 巨頭繼續的做一個壓制推進 摧毀 然後指腹兵繼續的 這個屠殺 這場比賽 已經結束了 好不好看到這邊我覺得 也沒什麼好看的 一索比亞這裡問題比較大吧 好不好這個 這也沒有操作 我等一下 等一下 該不會還沒結束吧 強弩兵剛剛這邊點了很多 點了很多指腹兵 因為指腹兵沒有這個 他沒有 不知道是沒有生吧 應該是沒有生那個工坊的樣子 沒有生防禦吧 那防禦都是零啊 這個被射的很痛啊 啊 呃 騎士的話 重傷騎士因為 遠防 有六點 所以這裡 強弩兵要打的話 打一下才三點傷害 這數量對不起來 這 重傷騎士是可以直接進去硬吃的 一百四十四點的高 高額的血量 這個 強弩兵完全對付不了 注量太少了 不過後面還有這個啦 重疾兵的話 還是 就就可以打了 疾兵打這個 騎士還是很快的 指腹兵前來做一個支援 那 巨頭這邊要 趕緊去丟對方的重要建築啊 不管是 城鎮中心還是軍營都好 趕快趕快推一下 對 法蘭克這邊也是前置壓了一個軍營過來造造兵 那 這裡的話可以看到法蘭克的食物已經爆量太多太多太多了 這邊全部拿來造指腹兵也可以啊 因為 指腹兵是比較吃食物的 比較不吃黃金 也可以 那或者是他現在在生遊俠的 所以 黃金也可以存起來 然後爆這個 戰毛 爆戰毛過來打也可以 因為對方是出 這個強弩跟 幾兵 所以你戰毛是 壓制一切 好 戰毛直接過來丟也可以 只是說那個科技就 還蠻吃黃金的 如果你可以看到打到帝王的時候 法蘭克這邊的 馬就還是只有兩座 然後就記得 下次要補一下 補一下會差很多的 192點生命的 遊俠 超噁心 7點遠防 18點傷害 遊俠還是 蠻屌的兵種啦 只是因為他 騎士單位嘛 黃金吃太快了 所以 沒有辦法堅持 就是沒辦法 持續的長久作戰 這是他的問題 好 戰毛兵這裡 看起來科技也點的差不多了 也是有一定的 攻防能力 那這裡就可以繼續做推進 對手分數已經差到了3000分 這裡巨頭繼續的推 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 為什麼 為什麼又爆了 重裝場上兵 這 這好像 這爆錯啊 這應該是不需要照這個 重裝場上兵在這個 時間點出是沒有意義的 好吧 然後這邊巨頭被點掉 不要讓自己的 工程單位 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 攻擊啊 這很容易被對方點掉了 那這邊的話 城堡還是被拉了起來 戰毛兵的數量堆起來的話 對手的強弩兵 估計沒有什麼機會了 因為 戰毛兵還是很壓 很壓制這個工兵系列嘛 如果要打戰毛兵的話 通常是要出 肉馬 好 再不然你要出 投石車 這都是可以的 不過這裡看起來 對手有沒有在選擇這些事情 沒有 OK 這邊可以看一下 呃 遊俠這個血量跟他的防禦 你基本上強弩兵點不太動 他的 你這邊只有九點傷害 他有七點防禦 也就是 你打他只有兩點傷害 這完全射不動 遊俠在 遊俠被侵入 直接侵入經濟區之後 根本就如入無人之境 你看這個血量 你看 這樣砍根本就沒有在扣血 遊俠在單挑的場合 能出到的機率 真的是很低啊 因為他太吃資源了 所以其實 其實如果你有辦法在單挑的時候 出到遊俠 對手通常也就 很難打了 除非是競技場 競技場就不一樣了 一般地圖很少能出到遊俠 遊俠很貴 對手喊出GG 應該是就結束了 為什麼不結束呢 OK 好 那 這場比賽 大概也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問題點 應該都出在 伊索比亞身上 那法蘭克 這裡的話 前期防守 還是需要再加強一下 包含這個 海上這邊 其實放棄的太快 算是伊索比亞這裡 自己沒有處理的很好 因為他的 經濟海域 如果都已經掌握的話 這個漁船數量是不夠的 你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打了56分的時候 這個地中海 還有半面的魚都還沒有採 這個是 沒有什麼效率的 所以 這個海域自己 也要掌握一下 那法蘭克這裡的話呢 主要是 對手這邊 自己犯傻了 他一開始那個弩兵 其實是可以 再等一下下 配合自己的重裝長相兵 進來把他的騎士這一波吃掉 然後就直接打進來 那應該是法蘭克就直接輸掉 但 最後他是選擇優先進攻 耐不住性子 結果這邊反而自己的 重要部隊被吃掉 那這也是打小弓戰術的一個比較 常出現的情況 就是如果你打弓箭戰術 你出這弓箭兵 你不要 送太多弓箭手 不然你會打不贏 那個弓箭手的黃金資源是還蠻貴的 好 那再來就是法蘭克這裡的馬就知道的 帝王時代都現在只剩幾多 三座而已 太少了 你如果要做這個騎士戰術 很早很早就要做到最少三馬就 因為你的資源其實沒有很少啊 你看到你的村民術也沒有到很很差 所以不用那麼擔心會 這個超出這個預算的還是很夠用呢 那最後的話就是資源啦 這個資源太多了 好記得換一下 好啦那這場比賽就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觀眾投稿系列吧 那因為最近也要快改版了 所以你們也可以 等改版之後再丟更精彩的 因為我覺得應該也排不到了 好吧 那就先這樣 我們就下次再見 喜歡這個頻道跟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下訂閱按讚分享出去哦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